每次上课的相关的录影 我会把它放在这个我们木头里面 你们可以在木头里面 这个公告区里面可以看到 每次上课的那个录影 那如果你对于每次这个录影 有部分的内容不太熟悉的话 可以再稍微看一下 然后上个礼拜的重点 基本上就是把那个台北市的窃盗 这个住宅窃盗的这个资料 把它做个总结 然后其他的话呢 我刚刚提到有关于 就是说有这个像Excel里面的 像我是把它在范例档里面有分类的 那这个分类部分的话 当然第一个是文字与资料函数 那当然我们前面有提到的是 像那个住宅窃盗 还有文字与资料函数 那其他有些没有提到的 比如说像是 这个题目其实也蛮常会遇到的 比如说像151 你们如果你把那个151 就是开启范例档里面 有那个151截取刮符中自创这个范例 那打开的话呢你可以看到 如果我今天有个工作上的需求 各位可以看到打开之后的话 理论上 B栏这个地方是空的 那如果有证明把它删除掉 那这个需求很简单 主要是如果我今天希望 可以把什么 刮符 如果有刮符 就把刮符里面的资料呢 把它放在B栏 那当然如果没有刮符的话呢 那还是保持空的 就是没有刮符嘛 没有刮符就是表示没东西 所以如果假设我今天希望 把刮符内的东西 把它放在这个储存格里面的话 那应该怎么做 当然呢如果你不会比较快的方法 那就只能凸法链 凸法链那当然可能这个资料还少 因为只有九笔资料 算比较简单 可是如果说这里假设有 可能数量非常庞大的资料量的话 那我想你应该不会考虑到用那个 就是凸法链钢的方式啦 所以呢当然呢 如果假设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该怎么办 OK比如说把A栏里面 里面的刮符哦 OK所以哦 不是叫你凸法链钢哦 点两下 把这个第三届冠军选起来 复制贴过来 那如果你这样做的话 那你可能要做很久 如果呢 假如你不要用凸法链钢的方式的话 那你要解决这个问题 那该怎么做 OK 当然哦 第一个你要想到说 怎么哪个函数 它可以 让我知道说有没有刮符 那刮符有两个 一个是前刮符一个后刮符 那如果我要去找到刮符的位置 有没有 如果找到刮符的位置的话 那我就知道说 在前刮符的位置的下一个字 就是我要取得的那个第一个字的开头 所以这里的话呢 如果假设要 这个用函数的话呢 第一个你可能想到就是第一个啦 在游标可能 我建议是放在B3 因为B2这个地方 因为赵大鹏后面是没有刮符的 所以如果假设你要做练习的话 那当然一定会 一定会没有刮符可以用 所以第一个我们可以用哪个函数呢 当然插符函数里面的话 函数里面文字类函数其实有一个 叫做φ函数啦 OK 或者底下有个叫search的函数 你会看到φ跟search search跟φ其实基本上是一样的啦 差别在哪里呢 差别其实你可以看后面啦 它这边有显示嘛 它其实就是帮你找那个字的位置 但是呢 如果search的话呢 是大小写四为相同 可是φ的话呢 那就是四为什么呢 四为不同啦 所以如果你是有区分大小写 那可能用φ 如果不区分大的 那可能用search 那以这一题来看啦 因为是要找的是刮符 它没有大小写的问题 所以如果第一个啦 我们可以用先fine 那fine的话呢 它会给三 问你三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你哪个参数 你要找什么 find test 我要找钱刮符 所以你打个钱刮符给他 但是钱刮符的话 以后你们可能会遇到 工作上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刮符哦 到底是全形还是半形 不过现在看起来应该是半形 半形的刮符的话 理论上我们就打一个 就是不需要切到中文 直接打一个前刮符哦 然后呢 但是前后可能要双 因为它test嘛 但是因为fine函数 它会自己会加 所以我就直接打 打了那个一个刮符 它自己会帮我加 那个前后双以后 那第二个问题的话 它会问你说 那请问一下你要在哪边找 within test 你的文字在哪里 你要寻找文字的那个文字串 字串在哪里 在这里 就是a3嘛 那你给它a3 它就会告诉你说 你钱刮符的位置在第三个字 有没有 刘云 钱刮符3嘛 所以如果假设 就是我们有这个讯息之后的话 那当然呢 你可以再把这个配合什么 配合那个mid函数 比如说你还可以再把这个结果呢 把它减下 然后放在mid函数 那mid函数的话呢 就可以 假设我在这边做好了 这个地方的话 我可以再用一个mid函数 mid 因为前面有用过这个mid函数 那这个mid函数的话呢 就可以怎么样 它会问你说 那你的文字在哪里 我要这个a3给你一下 然后从哪个字开始 从第三个字开始吗 应该不是吧 这个刮符不要 所以是从第四个字开始 所以这里的话你可能要加1 意思就是说 我要从这个刮符的下一个字开始 帮我开始取这个资料 那要取几个 当然你想说要取五个 可是问题不对 如果假设刮符里面是不是都五个字 如果都五个字那就算了 可是如果不是都五个字 那就会有问题 那怎么办 这个五要怎么采 这个五的数字该怎么来的 所以我就想到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呢 就是你可以用那个前刮符的位置 前刮符的位置应该在第几个字 前刮符第三个字吧 后刮符的位置的话呢 你这样往下算 四五六七八九 它是第九个字 所以如果可以怎么样一个做法呢 可以把前刮符 后刮符位置都算 算出来之后呢 把后刮符的位置 把它九减掉三 有没有 不是要得到六 六的话呢 那因为会多一个字 所以你再把六减掉一就好了 OK 那你说老师为什么会多一个字啊 主要原因是因为后刮符的位置没错 但是前刮符位置应该 我要是从这个前刮符的后一个字开始取 所以变成说你减一 少减一个啦 少减什么 少减那个前刮符的位置 所以再把它减一 那问题要怎么样把这个公式 把它全部集合在一起 变成你要的结果 这个可能就是要想一下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利用刚刚提到的那个什么 φ函数 第一个φ 第二个的话 你可以再把这个公式 直接放到那个med里面去 就可以帮你把你要的资料找出来 OK 那但是还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说如果没有刮符 如果假设我向上填满 跟向下填满 你会发现 这个φ函数呢 他只要你要请他找的是前刮符 可是如果你的资料里面 并没有前刮符这个字的话 他会出现一个错误讯息 什么样的错误讯息 就是紧 如果你看到紧开头的 大部分都是错误啦 然后后面就是讯息 紧value啦 意思是白话意思就是说 你不是要我帮你找那个前刮符 可是你为什么没有提供给我前刮符 这个讯息在储存格里面呢 OK就产生错误 所以怎么办呢 当然未来会有个问题 就是说有的会是正常 但是有不正常的部分就是 这个部分应该不要出现这个错误讯息 可是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把这个错误讯息给过滤掉 OK 过滤掉错误讯息 那该怎么做 那请各位呢 先试试看好了 把那个151刮符 截取中刮符字串 这个范例先稍微练习 试试看好了 所以这里的话基本上 至少你可以学会有三个函数 第一个是fine 第二个是mid 第三个的话呢 如果你要过滤掉那个错误讯息的话 那可以用那个ifl ifl的话呢 它会是在那个插入函数里面的那个逻辑 因为if嘛 if你会想到一个逻辑 那逻辑里面会有ifl 这个ifl的话呢 就是如果l就是错误讯息 其实指的就是请字号开头的 所以以后如果你看到你的资料里面 会有这种请字号开头的 那你可以想到就是ifl 可以帮你把它做一个处置 那要怎么处置 那待会我们来看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把这个151 截取刮符中字串这个范例打开 然后想想看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解决我刚刚讲的这个问题 OK 当然这个不只是函数啦 其实当然还有其他更快的方法 当然我们至少一定要想到一个不要土法炼钢的方式 当然你说老师说要更快 那更快可能要写VBA程式 如果写VBA程式 当然不是一般人可以很快学会的 但至少函数是一定最基本的 所以 5跟mid试试看 待会我们再来看怎么做 得越好 感谢观看